女人怀疑男友一情别恋 一气之下决定报复 分手后女人后悔想复合 却得知男友早与他人订婚 气愤之下女人竟对男友起了杀心 最终将酿成什么恶魔 难以挽回的恋人 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一天晚上南方某城市一居民小区内 当人们都开始休息的时候 有一户人家突然爆发了 一场激烈的争吵 只听一个女子高声叫马 杨艺巧 你 你 你这个没良心的 我对你这样好 掏心掏肺地对你 你现在当老板了 翅膀硬了就变心了 你还把狐狸精带到了家里 我今天要和你拼了 女子情绪激动高抗尖锐的声音 在宁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 随后一名男子慌乱地答道 小童你误会了 小童你听我解释 小童你不要冲动 接着就听见 啪的一声脆响 然后又听到拼离啪啪的 打砸东西的声音 有热心的邻居过来劝架 看到现场一片狼藉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子 对一个男子又是抓又是挠 男子光着上身 身上好几道血淋淋的抓痕 很是狼狈 男子身后还站着一个年轻女子 低着头抽气 脸上有一个红红的巴掌印 邻居们赶紧拉开 这个身材高挑的女子 劝她不要激动 有话好好说 这名女子和被打的男子 是男女朋友 邻居们大都认识 男的叫杨艺强 是当地一家公司的老板 女的叫杜晓彤 是当地颇有名气的 上市公司的部门经理 那个被打的女孩叫小倩 是杨艺强公司的员工 杜晓彤被人拉开后 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嚎啕大哭 一边哭 一边数落着杨艺强的忘恩负义 一边又指着小倩 骂她是狐狸精 不要脸 勾引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天下班后 杨艺强应招待客户 喝了不少酒 同行的员工小倩 把她送回宿舍 杨艺强回到宿舍 就倒在沙发上 呕吐不齿 把衣服都弄脏了 小倩没办法 只好把杨艺强的脏衣服换下来 正在这个时候 杨艺强宿舍的门突然打开了 杨艺强的女朋友杜晓彤 闯了进来 杜晓彤下班后 接连给杨艺强发了几条微信 打了几个电话 杨艺强都没有回复 他怕杨艺强在外应酬喝多了 放心不下 便急匆匆地到宿舍找他 不想 眼前的一幕 令他怒不可遏 杜晓彤本来一直在担心 却不料看到了 最不想看到的一幕 杜晓彤气坏了 冲上去就打了小倩一巴掌 杨艺强的酒也醒了 见杜晓彤还要打小倩 他也站起来 一把推开杜晓彤 杜晓彤疯了似的扑上来 对着杨艺强又是抓又是挠 还在杨艺强的手臂上 狠狠地咬了一口 这就是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杜晓彤不听邻居们的劝解 也不听杨艺强的解释 坚决要求和杨艺强分手 又声嘶力竭地逼着杨艺强还钱 赔偿他的青春损失费 说完这些 杜晓彤头也不回 走出了门 说起杨艺强和杜晓彤的爱情故事 那也算一段佳话 杜晓彤三十岁出头 知名财经大学研究生学历 因为工作努力 能力出众 几年后杜晓彤获得了提拔 担任了部门的负责人 杜晓彤五官精致 衣着时尚 是公司出了名的大美女 因为早几年 全部心思度在工作上 把婚姻大事给耽误了 这一年 公司招了一个财经专业的研究生 安排在杜晓彤负责的部门 这个研究生就是杨艺强 他身高一米八 体态匀秤 英俊潇洒 长的是一表人才 巧的是杨艺强和杜晓彤 还是校友 杨艺强工作努力 又谦虚耗血 经常向杜晓彤请教工作上的事情 杨艺强的工作能力和认真负责的态度 也让杜晓彤刮目相看 渐渐的 杜晓彤对杨艺强这个小师弟 产生了好感 杨艺强对杜晓彤这个师姐和直接领导 更是满满的尊重和敬佩 杜晓彤不想错过杨艺强这样优秀的南海 决定找机会主动出击 情人节当天杜晓彤约杨艺强出来吃饭 借着酒劲 他大胆地向杨艺强表达了爱慕之情 杨艺强也被杜晓彤的真情打动 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关系 而这场办公室恋情 很快让他们面临工作上的难题 杨艺强有很强的自尊性 女朋友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这让杨艺强觉得很没面子 再加上公司有不成文的规定 亲属不能在同一部门工作 这意味着他和杜晓彤如果结婚了 他们两人必然有一人要换岗 杜晓彤已经是部门领导 那被换岗的也只能是他了 专业不对口也不容易干出沉寂 因此杨艺强决定从公司辞职 准备和几个朋友一起创业 杜晓彤理解男友的想法 也欣赏他的自强 杜晓彤还取了八十万元交给杨艺强 用于投资新公司 公司成立后 杨艺强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负责公司全部的经营事务 每天都非常忙 有的时候一连几天 都顾不上和杜晓彤见面 两人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少 这让杜晓彤有些不满 杜晓彤要杨艺强搬到自己家里住 这样生活也方便 杨艺强有些犹豫 他从小生活在农村 老家人传统观念较重 男方住到女方家里 会被认为是做上门女婿 于是杨艺强就跟杜晓彤说 公司刚刚创建 事情特别多 自己在公司旁边租个宿舍住 方便处理公司事务 见杨艺强不同意搬到家里住 杜晓彤有些不高兴 但也没有勉强 慢慢地 公司逐步走上了 稳步发展的轨道 首次创业就能这么顺利 这让杜晓彤和杨艺强都非常高兴 两人决定 董公司发展再稳定些 就准备举行婚礼 可是 一件事情的发生 让两人发生了隔阂 男子创业顺利 与女友约定尽快结婚 一次酒后的误会 致使两人走向末路 男人彻底死心 女子却后悔当时的冲动 主动上门提出复合 他还能挽回这段破裂的感情吗 难以挽回的恋人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公司因为业务发展需要 招了几个员工 其中一个女孩叫小倩 和杨艺强是同乡 小倩长得漂亮 性格开朗 对工作也很认真 杨艺强特别欣赏她 在接待一些比较重要的客户时 都会戴上小倩 渐渐的杜晓彤也听到了一些传言 这些传言还有着不同的版本 大体内容都是年轻帅气的 公司老总被漂亮女下手 仰慕追求 对于这些传言 杜晓彤并不愿意相信 但心里还是很不舒服 也隐隐有些不安 虽说自己条件不错 可毕竟比杨艺强大了六七岁 杜晓彤觉得 自己应该对杨艺强看近一点 所以他经常会在上班时间 给杨艺强打电话发消息 杨艺强只要没有及时回复 杜晓彤就要和杨艺强视频 甚至隔三差五 就会跑到杨艺强的公司 来个突然袭击 对于杨艺强公司的大小事物 杜晓彤都要插手过问 对杜晓彤的这些行为 公司其他股东也很有意见 杨艺强的内心也是非常抵触 可是杜晓彤并不顾及这些 在他心里他仍然还是杨艺强的顶头上司 杨艺强仍然还是他的下属 面对杜晓彤的指手画脚 杨艺强渐渐开始反抗 杜晓彤几次要求杨艺强将小倩辞退 杨艺强并没有答应 他觉得杜晓彤太过分 杨艺强的拒绝让杜晓彤很恼火 见杨艺强不再像以前那样言听计从 杜晓彤觉得很失落 而杨艺强对小倩的维护 也让杜晓彤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 杜晓彤决定必须要牢牢地控制住杨艺强 于是更加变本加厉地 对杨艺强提出各种无理要求 面对杜晓彤的虎脚蛮缠 杨艺强越来越反感 两人的争吵也逐渐多了起来 甚至有时会冷战好几天 这让杜晓彤愈发怀疑 杨艺强和小倩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次杜晓彤撞见杨艺强和小倩 在宿舍里的场景更是让她坚信 杨艺强变了心 因此她下定决心 一定要和杨艺强分手 后来杨艺强给杜晓彤打过几次电话 杜晓彤都一直不给杨艺强解释的机会 只是冷冰冰地逼着杨艺强还钱 杨艺强没办法 只好开始除几资金 公司虽然已经正常运转 但流动资金并不充裕 现在杜晓彤逼着要还钱 杨艺强根本拿不出来 无奈之下 杨艺强只好把自己的股份 低价转让给其他股东 即便如此 还依然欠杜晓彤十几万元 眼看着自己辛苦打拼创立的公司 已经和自己没有关系 杨艺强心晦意冷 而杜晓彤的疯狂和绝情 也让杨艺强心有余悸 杨艺强觉得自己就像做了一个噩梦 这几年的心血和努力 全部毁于杜晓彤之手 杨艺强把钱转到杜晓彤的银行账户后 就带上行李去了外地 走的时候 杨艺强给杜晓彤发了条消息 说欠他的钱 自己以后一定会还上 杨艺强的不辞而别 让杜晓彤更加生气 杜晓彤甭想威胁一下杨艺强 让他服软 开除小切 以后乖乖地听话 杜晓彤没想到杨艺强会这样没耐心 更没想到杨艺强会这么决绝 心高气傲的杜晓彤 给杨艺强回了条冷冰冰的消息 祝杨艺强一路顺风 并提醒他说话算话 不要赖账 杜晓彤以为杨艺强还会像往常一样 回来哄他 但没想到杨艺强这一走 再没给杜晓彤打过一个电话 也没给杜晓彤发过一条短信 过了五六个月 杜晓彤实在忍不住 给杨艺强发了条消息 问杨艺强现在的情况怎样 杨艺强没有回复 杜晓彤又拨打了杨艺强的电话 被告知电话已停机 杜晓彤这下是真急了 买了些东西 就去了杨艺强的老家 杨艺强并不在老家 杜晓彤见到了杨艺强的父母 介绍了自己的身份 并表示希望能够与杨艺强 重归于好 杨艺强的父母热情接待了杜晓彤 但也告诉他 杨艺强并不在老家 而是在外地找了份工作 而且杨艺强已经有了新女友 过了年就准备结婚了 从杨艺强父母口中杜晓彤得知 杨艺强的新女友不是别人 就是小倩 看着二人的婚纱照 杜晓彤禁不住 醋意大发 那么杜晓彤会就此放过 将要成婚的两人吗 告别杨艺强的父母 杜晓彤登上了回家的高铁 一路上杜晓彤神情恍惚 想到杨艺强和小倩走到了一起 这么快就要计划结婚 说明杨艺强早就背叛了他 他心里又愤愤不平 于是杜晓彤通过杨艺强的朋友 问到了杨艺强的新的手机号 并再次打电话催杨艺强还钱 杨艺强原来的急需都投到了公司 因杜晓彤逼着还钱 本来就亏了不少钱 现在手头也实在拿不出什么钱 见杜晓彤逼得这么急 杨艺强也很恼火 说杜晓彤 你太过分了 之前我们谈恋爱时 我也没少给你花钱 你喜欢的名牌包包 也是我给你买的 这些我都没和你计较 如果不是你逼债 我也不需要把公司的股份低价转让 现在我公司没了 积蓄也赔光了 现在的我就是一个穷光蛋 你满意了吧 杨艺强越说越激动 几乎是对着手机喊道 杜晓彤 你就是个魔鬼 是个变态 希望这辈子也不要再见到你 说完 杨艺强就挂担了电话 把杜晓彤拉黑 杜晓彤甭想把事情说清楚 可是电话再也打不进去 杨艺强这番情绪宣泄的话 让杜晓彤心中的怒气 仿佛熊熊烈焰 杜晓彤决定 一定要惩罚杨艺强 让他尝到背叛自己的苦头 女子为报复前男友决意 故凶杀人 两人的聊天记录引发警察关注 法庭上 女子称自己并没有实施杀人行为 不应构成犯罪 她的辩解是否成立 难以挽回的恋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 杜晓彤在网上看到 有人发布 替人报仇的小广告 杜晓彤眼前一亮 赶紧点开广告 根据广告上留下的联系方式 杜晓彤加了一个网名为 快意恩仇的人 为好友 快意恩仇 见有声音上门 自然是极力招揽 给杜晓彤发了自己的简历信息 声称自己是 某国际顾应兵集团下属的 专业杀手组织成员 还将自己的案例 发送给杜晓彤 这些案例五花八门 有替某国际著名富商 报复竞争对手的 有替某著名老板杀死情敌的 杜晓彤看到这些神呼其神的案例 对快意恩仇 没有任何怀疑 在收到了杜晓彤 支付了一万元定金后 快意恩仇又给杜晓彤制定了 详细具体的复仇计划 杜晓彤一开始 只想教训一下杨艺强的新女友小倩 在等待快意恩仇采取行动期间 无法走出这段感情的杜晓彤 又换了手机号 给杨艺强打了几次电话 试图挽回和杨艺强的感情 都被杨艺强坚决拒绝 不久之后 办公室有同事收到了杨艺强 杨艺强与小倩的婚礼情帖 看着情帖上两个人的名字 杜晓彤彻底丧失了理智 随即她给快意恩仇 又转了两万多元经费 命令快意恩仇 必须在两人的婚礼前 杀死杨艺强 杜晓彤和快意恩仇 在网上谋划报复杀人的聊天内容 引起了网络警察的关注 警方立即调取了快意恩仇的QQ号 手机号等资料 很快查清了快意恩仇的落脚点 并掌握了他的行踪 警方制定了周密的抓捕计划 将快意恩仇捉拿归案 审讯中快意恩仇交代 他真名叫王龙杰 并不是什么职业杀手 根本就没有杀过人 也从没想过去杀人 之所以冒充杀手身份 是因为自己参与网络赌博 输了不少钱 恰好在网上看到有人在找杀手 便谎称国际杀手组织成员 王龙杰想 把钱片到手后就删除对方 他想 故人杀人是犯罪行为 雇主被骗前后 也只会自认倒霉 没人会傻乎乎的去报案 王龙杰在网上发给杜晓彤的 那些所谓计划方案的 其实都是他胡编滥造的 警方经过调查核实 王龙杰的公诉确实属实 根据王龙杰提供的信息 警方决定对杜晓彤实施抓捕 杜晓彤正在开会 安排部门工作 看到公司领导 带着警察走进会议室 杜晓彤动时浑身颤抖 脸色沙白 突然放声大哭 最终检察机关 以杜晓彤犯故意杀人罪 提起公诉 杜晓彤辩护自己 并没有实施杀人行为 不应当构成犯罪 那么杜晓彤的辩护意见 是否有法律依据 能否得到法院支持呢 这就涉及我们今天要讲的法律点 故意杀人罪的犯罪预备 我国刑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为了犯罪 准备工具 制造条件的 是犯罪预备 对于预备犯 可以比照 继碎犯 重新减轻处罚 或者免除处罚 犯罪预备 是一个独立的停止形态 也就是说 犯罪行为 由于行为人 意志以外的原因 没有进入最终的实时阶段 而停止在预备阶段的 这么一个形态 如果行为人 在准备工具 创造条件之后 又着手实施了犯罪行为 则不对其实施犯罪行为 之前的预备阶段 做独立评价 只需要对其后续实施犯罪的 具体行为 做出刑法评价即可 就本二而言 杜晓彤的行为 构成故意杀人罪 属于故意杀人罪的犯罪预备 一方面 杜晓彤主观上 具有故意杀人的犯罪故意 杜晓彤联系王龙杰 给王龙杰支付定金 及其他清费 其目的是为了让王龙杰 顺利地进行杀害杨艺强的 犯罪活动 实现其欲杀害杨艺强的 犯罪意图 因此杜晓彤的行为 具有较强的主观恶性 这是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 另一方面 杜晓彤已经为实施犯罪 进行了准备活动 杜晓彤寻找所谓的职业杀手王龙杰 与王龙杰磋商达成协议 并向王龙杰支付资金 其行为的实质 是为杀害杨艺强创造条件 如果杜晓彤 仅有杀死杨艺强的犯罪意图 却没有雇佣王龙杰 也没有为王龙杰提供经费 那就不是犯罪预备 那么杜晓彤的行为 该如何处罚 根据刑法的规定 对预备犯 可以比照忌岁犯 从轻减轻处罚 或者免除处罚 由于预备犯 仅仅处于犯罪的预备阶段 还没有造成实际的 社会危害结果 其社会危害程度 要低于忌岁犯 因此在对预备犯的处罚上 可以轻于忌岁犯 比照忌岁犯 从轻减轻处罚 或者免除处罚 由于王龙杰 毕竟尚未对杨毅乔 着手实行 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 还没有实际造成社会危害 因此对于杜晓彤 可以比照忌岁犯 从轻减轻处罚 或者免除处罚 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王龙杰 杜晓彤 是否是故意杀人罪的供犯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是因为 王龙杰并没有杀人的故意 王龙杰的目的 只是骗取钱财 其余杜晓彤的杀人动机 并不一致 王龙杰虽然发布广告 给自己贴上杀手标签 对自己的所谓杀人经历 进行吹嘘 并与杜晓彤具体商讨 如何杀害杨毅强的计划 但王龙杰所做的一切 只是虚构 可以为杜晓彤提供杀人服务 目的是从杜晓彤这里 骗取财产 因为犯罪意图不同 王龙杰只构成诈骗犯罪 并不与杜晓彤构成 故意杀人罪的共犯 法院以被告人杜晓彤 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 其行为以构成故意杀人罪 应依法予以逞除 被告人杜晓彤 为了犯罪制造条件 系犯罪预备 可以比照寄罪犯 减轻处罚 最终 法院判决杜晓彤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王龙杰因犯诈骗罪 被判处有机徒刑 一年七个月 杨毅强看到了 自己和杜晓彤不合适 坚定选择适合 自己的人生伴侣 无可非议 可是在感情纠葛 和经济纠纷的纠缠交织中 杨毅强没有控制好 自己的情绪 对杜晓彤进行语言攻击 进一步推动矛动升级 差点招致杀生致祸 杜晓彤本来是一个 非常优秀的精英女性 前头无限光明 然而 她却不能正确处理 感情纠葛 在爱情中丧失理智 在复合无望的情况下 因爱生恨 采取故凶杀人的极端方式 进行报复 也毁了自己的人生 如果杜晓彤在感情生活中 少一些偏激和任性 多一些理性和包容 这样的悲剧 就不会发生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再见 一位女强人辞职在家带娃 却遭丈夫出轨背叛 一个女儿执意帮妈妈起诉 跟爸爸离婚 两位全职妈妈 为了孩子放弃事业 他们在离婚时 能否获得丈夫的补偿 全职太太的困境 法律讲堂 下期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